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来的工作 他的需要会是什么样子 接着 类似他的演讲 跟他呼应的是 另外一位有名的讲者 他所介绍的是 我们跟电脑之间 他的关键 关系究竟是什么 是竞争还是怎么样 因此 我们现在就播放这两段影片 由于这个影片都要十几分钟 所以我会大略的说明 影片的内容进程 中间可能我们跳过的部分 就请各位回家自己去看 那么他首先要讲的是说 预测未来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很多时候 对于未来的预测 其实都不够准确 好 这一天 这一个影片是在2013年录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看 他对于未来工作的想象 跟现在有没有什么差异 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目前大家来说 蛮热门的情况 就是说大家都来讨论 电脑会不会取代 人类的工作 你可以看到 他一开始先举出各式各样的例子 然后来说明说 利用这些电脑 让我们发现 很多比较基础之类的工作 逐渐的被取代 因为科技产生的失业 而且他提到 历史上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直接把它拉到后面去 这边提到的是 当年福特 跟他的工会会长之间的讨论 他这里举出了 两种类型的工作 第一种工作的代表 是叫做泰德 他是那种所谓的 有专业性的工作的人士 所以他们在美国一开始的时候 对于工作跟生活的情况 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他提到 很多工作开始自动化以后 开始用电脑以后 这一个市场经济的结果 那么这些科技的引入 就从此让这两种类型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改变 甚至影响到了婚姻的幸福 还有小孩的未来 OK 我想这一部电影影片 它的主要重点 我所要提出来的 就是关于Ted 跟这一个另外一位 没有他们之间的 这个对照的这个关系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一个第二段的这个影片 那第二段的影片呢 我要介绍的 一开始这个演讲者 他就呼应 刚才我们的这位演讲者 他提到 我们的这一个人类呢 这个社会正进入 这一个所谓的 New Machine Age 就是新机器时代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其实所要特别 指给各位看的这个部分呢 是在他后头的部分 他提到了这个经济学上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生产力提高了 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了 可是呢 这个每个人的 这个经济的生活呢 却这个下降 所以这里提到 只要是Routine的这个工作 那么都有可能 这一个利用电脑 写一些程式来进行 好 这里点出了一个重点 那么 现在的这个职场的情况 那么几乎可以看成是说 这个人类逐渐的在跟电脑 这一个争取这个工作 那因此他在这个地方指出来 我们对于这个如何应对 目前这样的一个新机器时代 那我们要怎么做 那他先介绍的就是 这个西洋企的比赛 那这个IBM的Deep Blue 打胜了这个初联的这个旗王 然后我们再看后面 这是另外一个西洋企大师 他说他要打起程序 这当然不可能 OK 好 这个是他的结论 然后 这个我当然要 这个呼应他的这个讲法 那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新的时代 在这种的这个情境之下 那我们所能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跟电脑合作 那这个概念其实 这个对我来说不太稀奇 因为大概一二十年前 去美国的时候 那么他们的这一个之间 这个老师们 他们有时候会讲说 这个研究什么题目 一个team非常强 那我们几乎不可能打败他们 这时候我们的这一个 美国的这些老师跟朋友 就讲了一句话说 如果你打不赢他们的话 就加入他们 那因此 类似刚才这样的一个结论 其实是跟老美很多的 这个想法是一致的 你既然不太可能 在这个某些方面打败电脑 那么就发挥你的长处 然后呢 在这一些电脑很厉害的地方 就不要跟他拼了 好 那因此呢 这个如果要跟电脑 在这个合作 来这个创造我们比较好的未来 那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得要懂得如何跟这个电脑沟通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不论是所有的团队竞赛 沟通其实都是最重要的这个事情 那么在管理学院的这个瑞士银行之前的副总裁 蒙特学员的这个主持人陈长芬教授 他就曾经讲说 这个一个企业里面 那么他们所最重视的事情 其实就是沟通 好 所以呢 对于一个公司里面 人跟人之间是如此 那么人跟电脑要合作 也必须是如此 好 那如何跟电脑合作呢 你要先了解这个电脑的这个大概的这个结构 那么并且晓得如何这个用电脑懂的这个词汇跟语言来跟它沟通 那因此我们要学这个程式设计 所以接下来呢 我就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课程 跟这个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观念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门课 希望达成的目标 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呢 是希望你能够学到如何利用C小的语言来写这个计算机程式 那么为什么挑选C小语言 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那重点是说 你只要学会这一些比较高阶的这个语言之一 那么之后你要学习其他的程式语言 其实就不困难 一般来说 你就具备了这个自学的这个能力 那么在这个课程的进展之中 我们利用这个三个计分的不命题的作业 以及其末的专题来训练各位同学 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 叫做这一个computational thinking 那么中文翻译做这一个运算思维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跟电脑合作的话 你首先要知道说 如何能够让电脑来这一个运用 这一个运算的方式来解决你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完成的是 你能够了解到 怎么去这个规划 这个问题的解法 它的这个逻辑的这个设定 以及当我们的结果出来 跟我预期不合的时候 那么我们必须要有这个 争挫的这个能力 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要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思考过程 跟我们的这个程式的结果能够表达出来 让其他人能够理解 那我们其实讲我们跟电脑的这个沟通 其实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这个电脑帮助我们完成的东西 可以让我们跟这个公司或者是团队里的其他人做进一步的沟通 然后可以达成更多的这个任务 好那因此呢 这个我们会希望各位同学在三次的这个作业 以及期末专题里面 都有这个上台发表你的这个想法 以及这个撰写这个书面报告的这个能力 所以在这一方面希望也能达成 那么各位可能晓得这个印度 是世界有名的这个软体大国 那么在印度他们训练这个学生写这些程式的时候 很重要的就是要求这个学生能够把他的想法很清楚地表现出来 然后呢 这一个跟大家来讨论合作 那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 虽然写程式是为了跟电脑沟通 可是跟电脑沟通的这个结果 也得要能够去跟这个其他的人类来分享 然后来这个合作 所以这个是我们主要的这个三项课程的这个目标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说明 那我们要写这个计算机程式 要跟计算机沟通 那你得要知道这个计算机的这个架构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型 那么我们目前呢 这一个大家所通用的这个计算机的架构呢 是这个冯 Neumann的这个计算机架构 还有就是说 这个由于现代的这个计算机的这个硬体的发展非常的快速 所以现在已经有一些这个平行计算的这个计算机的电脑 那它的架构跟这个冯 Neumann的计算机架构已经不太一样了 但是我们从这个学习这个程式的时候 我们先从这个冯 Neumann的这个架构来说起 而且你在一开始所学的这些程式的这个语言呢 也只要利用这个冯 Neumann的架构就可以处理 好 那么冯 Neumann的这个架构呢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么你可以想象 在这样一个模型里面 那么会有一个这一个 这个Arismatic Logic Unit 简称ALU 那这一部分呢 是要做这个实际的这个算数运算的这个单元 那另外呢 还会有一个控制整个计算机进行的这个单元 那么这个叫做这个控制单元 Control Unit 那这两个部分合起来 那我们通常就叫它这个CPU 好 那所以你如果好奇说 这个CPU究竟长什么样子的话呢 你可以看看右边这个图 那么在右边这个图的话呢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是主机板 所以你打开这个电脑的话 你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电路板 那这上面有一些插槽 然后有两个 几个主要的大的这个晶片 那这些大的晶片里面 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长得像这个样子 这Intel的这个中间那个图 Intel那个 所以它的这一部分的话呢 这一个就是封装好的IC 那里面可能是这个上百万个上亿个 这一个电机晶体在里头 那它要完成的其实就是为了要完成这个控制 这个计算机的执行以及这个计算做这件事情 那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封装打开来看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电路密密麻麻的 就在右边那个地方 好 那所以为什么讲说这个几奈米几奈米很重要 那因为呢 这个你的奈米的技术能够 半导体的奈米技术能够发展的话 那么它可以把每一条线弄到更细 弄到更细以后呢 它可以把更多的这个电机晶体包装在一个更小的范围里面 而提高它的运算的速度 OK 好 所以你可以想象呢 这个Control unit跟这个数学计算这两部分呢 可以想成是你的大脑 然后呢 你坐在这个书桌前面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我们计算的过程 还有我们所需要的输入跟输出 还有中间计算过程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记忆系统来这个储存 所以会有一个memory的部分在这上面 那这个memory的部分的话呢 在你的书房里面 那有一部分就是你放在桌子上的 随时可以access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是所谓的快取记忆体 那你可以很快的拿来帮你计算 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你的书架上 那你就得走到这个书架那一边 拿出你要的这些书籍等等过来 来继续你的计算 那那一部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ram 这个情况 好 所以这个了解到有这个架构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理解 好 那么这些这样的一个架构的电脑 目前它有一些这个限制 那其中一个就是说它这个没有自由的意志 所以才需要说这个程式设计师去设计这个程式 来指挥这个CPU一步一步的执行你的指令 好 那因此呢 这个由于这个电脑 电脑它目前对于自然语言的这个理解 还没有达到很进步的这个情形 那么所以呢 这个电脑就好像是一个很聪明的奴隶 但是它没有什么这个自由的意志 它的能力呢必须要依赖你对它一步一步的这个说明 它才会依照你的这个设定完成你的这个工作 那因此呢 这个我们在算写电脑程式的时候 那得要了解到怎么去写一个程式 这就是程式设计的这个能力 那另外一方面呢 为了解决这个你所遇到的这个实际的问题 你还需要懂得解这个问题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知识 所以最佳的情况就是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计算机程式相关的能力叫做CS 然后把专业的知识叫做X 那因此呢 这个最佳的这个合作的情况就是CS plus X 或者X plus CS 好 那因此呢 这个相信各位大概现在或者是未来都很快 可以具备有这个专业的这个知识 所以我们还需要加强的就是程式设计的能力 当你把这两样结合以后 那么你就可以很有效的这个控制电脑来完成 你希望他所做的工作 好 那所以呢 这个在历史上来说的话 那个 电脑程式呢 需要靠程式语言的这个帮忙 才能够指挥电脑来工作 所以 大概从一九五几年的这个电子的这个电脑这个发明以后 那么 那么人类在跟电脑沟通的这个方式里面 他的所使用的语言经历过了这个几次比较大的改变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一边 这一个左边这里呢 是这个一开始时候的这个电脑 那各位都晓得这个电脑里面呢 他的记忆跟运算呢 都是使用0跟1来进行 那么 因此 早期的这个程式设计员很辛苦 如果你们有看一部这个电影 叫做这个模仿游戏 看过同学请举一下手 好很好 那么 模仿游戏呢 讲的就是这个电脑理论的这个开山大师Turing Alan Turing 的这个故事 在影片里面 你回去再看看 他里面有一段 就是有一大堆圆形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这个Turing跟他的这个伙伴 在那边把那些圆的东西搬来搬去 那个弄来弄去的 那个其实就是在设定这个电脑里面的这个程式 所以以前你跟电脑沟通 唯一的办法是直接到这个电脑里面的这个架构里头 然后呢 去这个直接这个处理每一个开关 假如你把每个0跟1都看成一个开关的话 那那个是最早的这个情况 也是这个人跟电脑沟通最不良的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到后来呢 就有人发明了一个idea 就是说 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让电脑执行的这个指令 把它这个弄成是一个简单的英文字母组合的这个单字 那这个组合的结果呢 电脑读了以后就等于打开哪些开关 关掉哪些开关这个样子 那这样子的所构成的这个程式的写法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组合语言 Assembly 那么那个呢就是所谓的第一代的这个电脑程式 好 那么等到这个组合语言的应用 达到一个水准以后 那么大家开始发觉说 这个很难去应用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必须把一个很大的问题呢 要变成是这个电脑直接能够这个0跟1来处理 那其实中间是很困难的 那因此呢大概在一九六几年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就有得到了一个 这一个有人得到一个idea呢 就是我们写一个 这一个比较高阶的语言 然后来这个控制 或者让电脑来做这个数学式的计算 那因为那个时候呢 主要是运用在军事跟太空的用途上面 那么因此呢 这个是所谓的第二代的这个电脑程式语言 那这个电脑程式语言的开端 是一个叫做Fortran的这个电脑程式 那么Fortran前面的for是formula的意思 Tran是transform 那因此我在大学的时候 1975年念台大电机系的时候呢 我们所学的语言就是这个Fortran 那么当时呢 对于这个语言的翻译很有意思 有人翻译做浮传 也就是我们把电脑程式的浮音 传给这个所有的这个工科 或者是这个理科的这个同仁 那当然也有人把它翻译做这个 就是这个 一样可以Fortran 佛传 OK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二代语言 那么在第二代语言里面呢 那么我们就只需要 用比较接近我们思考的这个方式 来写这个电脑的程式 这可能应该算第三代了 我可能中间有点跳过 那这个第四代的这个语言的话呢 那就是比较接近你们所用的 例如这个SARS或者是R等等 资料处理的这些语言 或者SQL 这些东西 他们都针对了某一类的这个应用 然后呢 这一个你只需要用这些语言很简单的描述 你所碰到的问题 其他事情对付它解决 所以呢 这一个这些部分呢 就变成是这一个比较接近 这一个人不管怎么讲 电脑都可以懂的这个终极目标 越来是这个情形 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么出现的这些程式语言不可深属 那么基本上来说 那么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流派 来这一个提到这个程式的设计的这个语言 那么一开始的这个 我们提到的Assembly 或者叫做Machine Language的部分 那么它是这个一步一步的在指引这个电脑 来这个进行工作的 所以呢 这一个比较Fortran 还有所谓的Cobo 以及这个后来很多语言的这个主师爷叫Argo 那这个都是这一个所谓的Imperative 的这一个命令式的这个程式语言的这个始组 那所以这个Argo 是Argoism的这个概念的简称 所以他也有人把它翻译做奥高 那是我们的学长是这样翻的 好 那这一部分呢 这一个程式呢 就一直发展下去 然后这里面呢 这一个大概在1970年代的时候 出现了C语言 那是为什么会出现C语言呢 就是因为这个当时有人想要用这个写这个作业系统 那写作业系统的时候 一般来说为了它的这个效率 你大概都得要使用这个Machine Language 好 那但是有人就发展了这个C语言 让它是一个高阶语言 可是又兼备这个比较低阶语言的这个效率 所以那个就是C语言 那随着这个C语言的发展 那后面有一些像Pascal或者是Ada这一些 那都是循着这一条写程式的这一个概念 所发展下去的这个趋势 好 那因此呢 大概到这一个1990年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人叫做Bjorn Strasser 他是一个丹麦籍的这个建桥的这个留学生 那么他在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时候 他需要这个撰写程式去模拟一些这个 还没有盖好 还没有开始build的这个计算机的这个效能 那一开始他用C语言来写 因为这样速度才会快 结果他发现错很多 错误很多很难完成 那因此呢 他采用了另外一派写程式的方法 叫做这个物件导向的这个方式 那物件导向的方式 最早的时候是类似small talk这些东西 那他可以把这个你要模拟的对象 看成是物件来处理 所以用这个观念去写程式 他没有太多的错误 可是他的速度非常的慢 Well anyway 这个Bjorn Strasser 他终于从这个箭桥拿到许位毕业以后 他到美国的这个Bell实验室工作 那他就把他的概念想成是说 如果我能够把C语言扩充 让他可以做一些这个物件导向的这个程式的话 那这个会对这个软体的发展很有用处 那因此呢 他就发表了这个C++的这个语言 那你可以知道这个++呢 是C语言里面加1的意思 所以C++意思就是C语言的下一代 好 所以呢 大概在1990年代的时候 C++忽然之间变得很红 因为他可以减少很多的这个程式设计师的这个 effort 好 那后来呢 在这段时间 这个网际网路兴起 就大概在90到2000年之间 2000年之间 那么在这个网路时代的时候呢 大家发现说 这个Java可以跨平台使用 那是更理想的网路程式的语言 那因此呢 这个时候就变成C++跟Java的这个抗洪的时候 那么Java语言的语法 其实也蛮接近这个C++ 但是他多了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他有所谓的bycode的观念 bycode bytecode 也就是说 每一个电脑里面 只要准备一个bycode的interpreter 那么他就可以把这个Java的程式语言 翻译成是bycode的程式 然后去执行 所以他可以在各种平台上执行 好 那因此呢 大概2000多年的时候呢 这一个微软公司的这个执行长Balmer 各位知道微软是三个人创立的 Bill Gates是其中之一 那这个有一个Alan 他是这个指令以前不太管事 那另外一位就是这个Balmer 那Balmer他这个 在思考这个微软公司的这个发展的时候 有一次他去开会在这个旅馆里面 忽然临机一动 想出来说 那我也可以建立一个跨平台的一个架构 它叫做DarkNet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 那么在这个DarkNet的架构底下 那么你任何一个高阶语言呢 都可以转换成是DarkNet的这个程式 然后都可以来执行 那因此呢 在这个时候 他们就提出了建构在DarkNet之上的一个 类似C++的语言 那么这个语言呢 他就把它叫做C Sharp 好各位看一下 C++是C语言的下一代 那么他为什么把这个语言叫做C Sharp呢 哪位同学能告诉我 你说说看 四个加 所以四个加代表什么意思 加加加加加 OK 好 那因为一个加加代表这个加1 对不对 所以呢他再把它变成 这个合起来就是C Sharp 那因此C Sharp 这个据微软的说法 就是C Sharp C++的再近一代 好 不过虽然是如此说了 那目前这个市场上 还是C++跟C Sharp 都各有各的这个市场 好 那这些这个程式语言的这个典范 就是设计方法的这个改进 我就教他做这个设计的典范 Parodyne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改进的这个演进的过程 那因此呢 在我们的程式语言设计里面 你如果去看一般的程式设计的课程 你可以发现这一类的内容 大概都是这一个都有的 那包括这个变数跟运算式跟算符 好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章要讲的内容 然后这个一定会碰到的 是这个流程的控制 政列 韩式 这一些 那这些部分就是我们期中考前的这个内容 那期中考之后呢 我们会来教各位写物件的这个程式 同时这个物件的程式呢 它对于这个视窗的这个系统的这个普及 有很重要的这个贡献 因为视窗的程式其实不太好写 那你没有这个物件的观念的话 这个写视窗的程式是蛮困难的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 算是比较这个advanced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接下来还有就是说 这个一般的这个程式设计课程或者书籍 大概都只注意在这一些语法的这个介绍 那但是呢 对于这个怎么样写好一个程式 那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这个methodology 那这个程式设计的方法论 那对于方法论的这个讨论 一般的课程或者书籍都比较少 那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适当的时候 就会介绍这一些软体工程和methodology的观念 好那这里是一些C-shop语言的这一些特点 我们拿它跟其他的一些语言做个比较 做个大概 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我选择C-shop语言 作为这一个我们课程的这个练习的语言的一个重点 那随着这个时代的这个演进 当初我所没有料到的这个C-shop语言程式的这个应用呢 包括说这一个现在游戏互动程式的设计的一个主要工具 叫做Unity 那这Unity里面呢 它的这个开发程式的这个工具呢 就是类似于C-shop语言的这个东西 好那因此这些东西呢 这个就给这个C-shop语言呢 这个蛮好的一个应用 那因此这个我们从这一方面下手可能好一点 好那这个物件导向的观念刚刚有提到 好那主要的重点就是说 它是在撰写的时候 以这个物件为这个处理的单位 所以它很容易就可以模拟一些实际 或者是抽象的这个事物 而且它对于四窗程式的写作是很有用处的 那另外也容易可以产生重复使用的这个程式 这个我们后面可以再进一步的这个说明 好那这里就提到这个Darnet的这个架构 那传统的这些程式语言 它所以很难达成这个跨平台的一个应用 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利用高阶语言所写的这个程式原始码 要先经过这个编译器转成是一个二进码 OBGA党 那很多个这个韩式的OBGA党在要执行之前 再把它们连结在一起成为一个执行党 然后再交给这个平台去执行 所以呢 这个我们的不同的这个平台 例如说Windows跟这个Apple或者是Android 那么你如果使用这些传统语言的话 那么你很难把你在这个Windows里面 所compile执行的这个程式挪到这个Apple上面去执行 那是因为它的架构是执行的是ES1档 而这个ES1档的架构是每一种平台都不一样的 好 那但是呢 这个Darnet的这个架构的话 我们刚刚提到过那个Balmer的idea 不管是哪一种这个高阶的这个语言 它都把它转成是一个Darnet的这个结构的这个语言 叫做CIL 这个共同的这个仲介语言的这个码集 然后呢 这个你的电脑里面 只要有装一个可以执行这个CIL的这个软体的话 你就可以跑任何由这个Darnet产生的这个程式 而达成这个跨平台的这个效果 好所以这个是Darnet的架构 好那它的优缺点 那我就在这个地方大概的给各位看过 好 那接下来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CIL的这个专题 那该写些什么题目呢 那在这里我模拟了这个色雕英雄传里面 郭靖跟黄荣的对话 我们来看一下 先问一下 我顺便调查一下 这个看过色雕英雄传的同学举一下手 好 不错很好 好 那这个我们看一下 郭靖他首先讲说 诶 这个荣耳 那我们这个学习结束的时候 有华山论见 第四次华山论见四天 那所以呢 要较量每一个各大门派的C小城市的功力 那他有点担心说去会输掉 丢面子 所以不太敢去 问黄荣好不好 黄荣就说 没问题 那个我们有教材这里 又有这个师父指点 所以这个没问题 好 那郭靖就是说 可是这个奇梦的时候要用什么题目 那是一个难题 黄荣就说 没问题 我们前一阵子看这个拉洋片 有一个节目片 叫做决战21点 看过人举一下手 还不错 好 请坐下 让大家放下 那个是这个MIT的一个教授 带领一些学生 在这个赌场算牌 那个赚大钱的这个过程 你可以看一下 好 那因此黄荣说 这个21点 这个黑捷克 blank jack 很有意思 我们何不就写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式呢 好 那黄荣就讲说 是这个老顽童 这个玩这个game很厉害 对不对 所以我们弄game来作为我们的 这个奇梦专题是很有道理的 不是吗 好 那因此呢 这个课程 我们这一门课 它的这个终极目标 这个课程进展的终极目标 在第12章 第13章的时候 我要介绍给各位 这个如何去写一个 类似这样的这个21点程式 在这个期中考前 我们会给你一个版本 是用这个韩式导向的方式 来写的21点程式 那当然就没有那么漂亮的这个画面 好 然后呢 大概在介绍完这个 物件导向的这个程式设计以后 那我们会介绍怎么样 用物件导向的方式 来写这个21点的这个程式 然后等到第12章 我们介绍了这个图形使用界面 程式的这个写作方法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建立 刚才我们图面看到的 这个GUI的这个程式的形式 你可以用这个图面 来跟这个电脑互动 那在这个最后一章 关于这个Collection的这个介绍结束以后 我们把这个程式又把它改成是 这个可以里面应用到一些 基本的这个资料结构的这些程式 所以我们这一学期里面 那个主要的这个目标 都是在这个 以这个21点游戏 为这个媒材 然后来这个说明 怎么样开发一个 我们想要达成的一个这个程式 那么这个程式在目前看来的话 是有一点大 有一点困难 对不对 好但是随着我们的课程的进行 那么你会慢慢的发觉说 这样写的程式其实没有什么 你可以写容易就可以写出 在这个复杂度完成度都类似的这个程式 好 那么我要提的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最后完成的程式长什么样子 所以让你看到说 在学期末的时候 你可以写出什么样的程式来 那现在我要讲的是说 对于这个21点程式 好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打开这个第12章的这个档案夹 那么第一个这个专案呢 就是这个Blackjack01G 代表0.1版的这个Graphics的这个GUI的程式 然后在这里面呢 你打开他的这个Blackjack这里面 选择这个BIN档 就Binary档案 然后在这里面呢 打开Debug 这我们后面会说明 那在Debug里面呢 你可以找到一个这个执行档 就是最上面这个写应用程式的这个 Blackjack01G的这个程式 好 那这个程式呢 就是我们这个未来要完成的21点程式 那么你可以看见一开始的时候 那么我们有一些这个基本的按钮在这里 那其实在21点里面 你所要做的这一个动作 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 开始 然后接下去 你要排 还是不要排 还是说这个不再继续要排 就停了 那或者是这个 你要玩这一局结束了 要玩下一局 你就清楚 所以这个样子 OK 好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这个我们的学习目标的代表性的程式 21点游戏 那就是刚才我们各位所看到的 为了要完成 那个类似这样的程式 期末的专题 那么我们在后面立刻可以看到 那个你的时间管理呢 变成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管理方法里面呢 这个是 你如果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普通教材的话 就会说明 这个我们尽量在日常生活的时候 要去做这个第二向线的这个工作 就是说目前不紧急 但是很重要的工作呢 我们尽量这个每周都去进行 那所以呢 例如说这个准备这个每一次的 这个没有命题的作业 还有期末这个专题呢 要越早开始越好 而且呢 你最好每周都花一些时间 在这个学习上面 好 那另外这个我们写程式 写了这个几十年 那我们累积出了一些这个经验 那这个经验里面呢 这个第一点就是说 这个问题 通常比你想的要难 那因此呢 这个你所想做的这个程式 那么应该要越早开始越好 而且呢 这个开发这个程式的过程 你务必要分这个轻重缓急来进行 那这个在我们等一下的这个补充教材里面 都有说明 你可以参考 那第二个 这个 你该知道的一些 我的经验呢 就是电脑呢 经常会出状况 大概在我们前念书 或者当研究生的这个时候 那我们所使用的是 所谓的 mini computer 那么 那个时候呢 这个很多的 这个储存的东西呢 都要靠这个磁碟 或者是磁带 那么 在这个情况 你磁间里面呢 我们发现就是说 电脑经常出状况 那所以 我的这个同学 那个 现在在中央大学教书的 陈国栋教授 他那时候是管这个 mini computer 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助教 那他就说 这个 绝对不要相信 词的东西 因为很容易被 这个 这个 出问题 那因此呢 如果你常用电脑 你也晓得嘛 这个 世界上竟然有这些电脑 你什么事都不用做的时候 跑个十几二十分钟 他就挂掉了 你们当然知道我要讲的是哪一种作业系统 好 那因此呢 这一个 我们怎么样来应付这一种问题呢 例如说 你今天要交这个作业了 结果你想说 我要交之前 我再把这个最后的很好的结果把它印出来 到时候再印 那结果的时候你就常常会发现说 不是印表机出问题 要不然什么等等 就有问题出现 那我们现在都是使用这个上传档案 所以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但是呢 这个如果你在这个上传的这个过程里面 也是有可能发生问题 例如网路有不稳定啊 什么等等 所以呢 这个你最好呢 是第一个 是经常储存备份 你的进度跟备份呢 最好你每完成一些修改以后 就把它存起来 那这个避免这个电脑出一些状况 那再其次呢 就是说这个 我们写这个报告或什么之类的话 要分几个不同的版本 那达成最低需求的版本 是60分版本 那这个60分版本尽快达成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60分就先交了 然后呢 这个继续改进 改进到80分 再传一次 然后最后你觉得都还可以了 那再有一个最终版本再去传 那这样子的方式呢 可以避免掉说 这一个出这个状况 那最后再来就是说 根据经验 如果有团队合作的话 那么这个每个人所负责的这些部分 把他们串接起来的时候呢 这经常是最容易出错的地方 这个模组界面是最容易出错的 那因此呢 这个团队合作的时候 千万不要想说是 你负责A部分 你负责B部分 你负责C部分 然后都把它各自弄好以后 再把ABC三个部分拼起来 告诉各位 这一定会出问题 所以呢 这个最好就是说 这个你的A部分 B部分 C部分 写一点点的时候 就开始把他们这些内容拼起来 那这样子的话呢 提早这一个处理这一些 这一个彼此之间的这个界面 那这个可以把这一类的问题呢 的这个可能出错的情况 降到最低 OK General Introduction 的这一个部分呢 就说到这个地方 再来就是 这个我们在学习这个程式设计的时候 那这个其实这个 随着这个软体工程的这个进展 那那个 有一些人 他们就提倡说 这个程式的这个开发的这个过程 那最好是 这个所谓的 这个结队的这个程式设计 就是Programming Impair 那这个东西呢 我在这里有一个注解档 这个注解档有对于 这个所谓的Programming Impairs 这件事情 做这个更仔细的这个说明 那么简单的讲呢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这个学习写程式 或者实际开发程式的时候 那么一个很好的方式呢 就是两个人一起这个写程式 那么两个人一起写的时候呢 这个其中一个人主写 他比方说我先想一些idea 然后我就把它key in 进去 那另外一个人呢 就负责先看说 这个对方所打的这个程式 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 这个或者他没有很懂的地方 然后双方可以这个交谈 好那等到这个某一个人 他这个key in 的程式差不多 他没有别的想法的时候 或者另外一个人 他现在有更好的想法的时候呢 他就接手 重新把两个角色互掉 变成是另外一个人在打程式 然后由这个原先打程式的人呢 来跟他这个互动 那这个叫做 这个Programming PAILs 据说是一个相当有用的一个方法 好那接下来呢 在我们的第一周的这个教材里面 我们还有提到一些这个内容 各位可以参考 那我们就不一一的这个仔细说明了 首先第一个呢 是我写了一篇这个简单的这个文章 来提示建议你怎么样开始做这个期末 专题的这个程式 那这只是建议而已 因为我知道这个每一个人 有每一个人的这个做事情的这个方法 不过呢 如果你对于这个实作过程 你觉得这里面写的东西 某些部分你可以参考的话 那就够了 那当然你还是可以 就是完全照你的意思 去这个尝试 那这个没有问题 好那接下来呢 是这个我们不是有三次要交的 没有题目的作业 还有期末的这个报告 那在你这个书面的报告里面 关于这个报告里面的这个格式 还有引用文献的方法等等 那么在这个PDF档里面呢 有大概的说明 请你参考一下 好那么第三个这个补充的教材呢 是一篇这个在国语日报 发表的文章叫做 比面书更重要的事 那这篇文章呢 是这个机械系 吕中心教授 大概在十几年前所写的这个文章 那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为什么在很多的 在我教的课里面 都要求同学写作业实作 还有期末实作 但是都不规定 这个要做的这个题目 原因 其实可以从这篇文章里面 得到一些这个了解 那吕中心教授他提到 他去日本攻读PhD的时候 那么他的老板不给他题目 要他自己去想 所以他在日本度过了很黑暗的很多年 因为他在台湾没有受到 这一种要自己想题目的这种训练 那但是最后他这个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而且顺利的这个拿到学位 那因此他回来写了这一篇这个文章 他提到我们台大的很多同学 在考试或者是解其他人给的题目上 都很拿手 可是要你自己想一个问题 从头做到尾 那么就很少有课程有这样的要求 那因此我们这一门课 还有许多我教的课程都是如此 那各位可以参考 那在最后呢 是这个Future Work Skills 2020 那这个是大概好多年前的时候 我刚提到的陈长芬教授 他所提供给我们的资料 就是说2020年的时候 那时候的工作可能需要哪一些 这个工作上的技巧 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里面 computational thinking 运算思维 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再来就是各位可以延伸学习的部分 那这个延伸的学习的部分呢 我所介绍的是叫做Agile的这个Process 那中文翻译做这个敏捷的这个 城市的这个发展过程 那么在目前各位晓得 从人类开始写城市到现在 事实上经历过了很多这个 城市方法的这个 思考方式的这个革命 那这个Agile的Process可以说是 这个目前为止 这个比较经过实战以后 认为比较能够成功的 这一个一种 合作写城市的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里面呢 这里我有提到你可以去哪里 这个网址在这里 你可以去到这一个 Agile的Process的这个网址里面 那这个你所看到的这个影像呢 是叫做Agile Process的这个Manifesto 就是它的宣言 那在那边你可以看到说 在我们写城市的时候 哪些性质是你应该追求的 然后哪些性质是 你最好不要那样做的 那个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这一个它里面 有一些对应的这些原理 你可以参考 那另外呢 在实际进行这些Agile Process的时候呢 通常是采用这个Scrum的这种方式 来这一个开发程式 那所谓的Scrum的话呢 这跟我们第七章讲义里面 所介绍的这个版本 规划的方法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很大的问题的话 先要想办法这个 依照这个它的重要性 把问题变成是好多个 这个Prototype 原型 然后经过Evolution的演进 然后得到这个最佳的 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 那它有很多的好处等等 这个你可以在我们的 这个实作方法的建议里面 还有我们的讲义 第七章里面呢 可以看到一些 这个方式 它的这个应用 那因此呢 这个我们第一周的 这个关于简介的部分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 这一个利用 整合发展环境 来开始这个 撰写这个程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基本教材 我们在这一章里面 这个部分里面 那我们会先介绍 什么叫做 整合发展环境 然后让我们大家 一起来完成 第一支 C Sharp的这个程式 那么这个程式 写完以后 那么你应该就可以 开始比较熟悉 这个电脑的 程式发展的环境 好 然后呢 接着我们再来 从这个程式出发 添加一些这个内容 然后并且我们人为的 制造一些错误 然后让各位来看 碰到这些错误的时候 你会看到什么样子 然后怎么去解决它 那第三个部分 就来说明 这一个 C Sharp程式的架构 所以有一个大略的解说 那接着我们就介绍 怎么使用 这个侦措器 Debugger 好 然后再来就介绍 这个 你如果电脑要从外面 输入内容 然后输出 答案到这个荧幕的时候 该怎么做 然后到最后呢 是这个剪贴 这个视窗的内容 怎么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那个我们所使用的 这个整合开发环境呢 是叫做 Visual Studio 2017 好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讲义 上面写的是 2012 所以这中间 已经经过五年了 那这五年里面呢 每年微软公司 都出一个新版的 这个Visual Studio 好 那但是呢 这个里面 主要的 这个基本的内容呢 没有改变 那因此我们的讲义 虽然是以2012的 这个Visual Studio 为主 但是里面所介绍的东西 除了一些 操作上的一些 一些不同以外 那么 所讲的 关于程式语言的内容 是不需要修改的 好 所以这个可以请各位 这一个应用 好 那在运用 这一个 Visual Studio 2017 的时候 那么 以前修课的同学 他有给我一个 这个建议 他说 这一个 在写程式的时候 因为都是你自己想的 对不对 所以难免会有 撞墙的时候 也就是说 碰到一个问题 没办法解决 或者说 你对于什么样的一个 程式语言的 这个语法 有什么样的 不了解 那他说 在这个时候 只要到Google上面去 然后 你的这个关键字呢 就下这个 C sharp 然后后面呢 就打你的问题 C sharp 然后打你的问题 你就可以看到 网路上面 一些以前的人 是不是有碰到过 这些问题的人呢 或者是说 能够对这些观念 做详细解说的人 你就可以在网路上面 得到这些资料 那因此 这一个 线上的资源 是我们 未来自己学习 这些 程式设计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 方法 好 那这个就请各位 参考 那在这个 微软的 C sharp 里面呢 它有一个 叫做 微软C sharp 指南的 这一个部分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包含 各种各样 关于C sharp 内容的 这个 例题 跟解说 所以 如果你有些地方 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你可以进到 这个C sharp 指南里面呢 来看看 这个 它的说明如何 好 再来 这个 Visual Studio 2017呢 这一个 麻烦你 到这个 台大的 集中 授权软体的地方 下载 并且安装起来 那 安装的时候呢 右边这一边 是 你开始打开安装以后 有一些 选项 你要这个 特别去勾选 不然的话 那个 你的装的结果 会不太一样 好 首先 第一个呢 我们要 因为我这个是 这个Windows平台 对不对 所以在平台那一边呢 我选择的是 这一个 Windows 那它这里提到的是 这一个 还有一个是 Darnet 的这一个部分 所以 这两个 选上以后呢 那么 你就可以利用 你的这个 C Sharp 这个 接下来 那我们就可以 打开 这一个 VIOC 2011以后 那么 就可以开始 这一个 使用 这一个 整合发展环境 并且开始写程式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当我们打开 这一个 C Sharp 这一个 Visual Studio的时候 那么 它的 开始的画面 应该 类似像这种情形 那么 这个时候 把滑鼠 游标 移到 这个 左上方的 这个 档案的地方 然后选择 新增 选择新增 然后 这个 选择 专案 新增一个专案 那么 你所写的 每一种 依照某种目的 而写的 这个程式 呢 我们把它集中在一个 专案里面 那么 有好几个专案的时候 可以集合成一个叫做 方案 解答方案 那在我们的 课程里面 那我们大概都是以 写这个 专案就可以了 好 那么 打开专案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 左边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 已安装 这个部分 那 如果你有选择 那个 Windows跟.NET 的话 那这里 你应该会看到一个 Visual C Sharp 那 其实你还有很多的 语言选择 例如 像 Python 或者Java等等呢 都可以 由这个 Visual Steel里面 都可以再装进去 不过目前 我们是以 C Sharp 为这个主要的语言 因此 我们只要安装 C Sharp 就好 好 那安装这个C Sharp以后呢 那么 我们要注意 在这边 它有 可以选择的 这个 专案的 方式 那么 在这个 其中考 以及在这个 GUI 程式设计之前 我们 只要使用 这个 所谓的 主控台 应用程式 就可以 那 所谓的主控台 Console 指的就是 你的键盘 荧幕 这个画面 所以 可以利用键盘 跟画面 来跟电脑 来这个相互沟通的 这一种方法 那个程式呢 就是一个 主控台的 应用程式 那么 它这里的 这个名称呢 是这个 D4名称呢 是叫做 Console App App 那我这里 因为已经写过一个 所以就是 Console App 2 好 那另外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位置 所以你要知道 你等一下可以去哪里 找到你的 这个 专案 那么 这个专案的位置呢 你可以看到 它著名的是 Source 然后 REPOS Reposit 这个部分 它所以会设定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D4的 这个 暂存位置 那是因为呢 这个 目前 这个全世界 开发软体的 这个 软体工程师呢 都已经 习惯于 把所写的 这个程式 这个 丢到 这个版本控制的 这个 网站 叫做 git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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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因此呢 这个 在你的 这个 deposit里面 所储存的 内容 那么 你可以很容易的 去跟 这个github的 这个网站 联系 然后 可以把你的 这个 每一个版本 所开发的内容呢 都 传送到 这个github上面去 那 这个 可以 维持一个 这个 很有次序的 这个版本的 开发的 结果 那 因此呢 这个地方 他把这个 D4的儲存位置 放在 这个 REPOS上面 那 这个 跟github有关的 内容 我们后面 还会稍微提到一下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现在就可以 先去看 github的 这些观念 有点难就是 好 那现在 假定 我们选择好 我们专案的名称 叫做 这个 console app2 那当然你可以叫别的名称 例如呢 几乎所有的 这个 电脑程式员的教科书 它的第一个程式 几乎都叫做 hello 好 传统 是从 大概 上个世纪末的时候 有人写 C语言的教科书 他最先 他最先 利用一个 这个程式 叫 程式 印出一个 hello 这样的一个程式 来作为整个 语言学习的开端 因此 到那之后 几乎所有的程式语言 都以 hello 作为 程式语言的入口 好 因此 这个 我们也不例外 我们就以 第一个 这个专案 叫做hello 于是我们把它确定 确定以后 这个 你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 荧幕上面 开始 会有 这个 东西出现 那么 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 整个开发环境 的这个情况 照理来说的话 你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画面 应该是 黑荧幕白质 黑底白质的 这种情况 那 这是很合理的 因为呢 这个 大家发现说 如果黑底白质的话 那个 你可以不必耗那么多电 对不对 而且还是可以看得清楚 所以呢 对你眼睛可能也好一点 所以他使用黑白质 好 但是呢 这个 我们现在 这个在讲课的时候 如果我也显示 黑底白质的话 那 通常你所看到的是一片黑 那个白质都不是很清楚 那 因此 我要把它转换成为 这个 这个浅色系 那 我们看到这个白底黑字 这样子 那 怎么样去改这件事情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工具这个地方 在 选项的地方 然后 在这里 第一个 叫做 色彩布景主题 这里 那 你可以看到 我所选择的是 浅色 那 如果你的 都是黑的话呢 那就是 你看到的都是这个 黑底 好 你可以看到 你们看到的情形 应该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 但这个样子的话 我要解说 其实不太好 那 因此呢 这个我把它改成是浅色系 所以我们这种选项里面 选择 这个浅色 好 那么 在你所看到的 这个整合环境里面 那么 你可以发现 就是 左边占最大块面积的这一部分 还有这个 行号 还有一些字的 那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 这个 城市的 这个编辑区 editing area 所以你要修改城市 或者key in 城市呢 都在这一边进行 在这一边进行 好 那另外呢 这个在右边这个地方呢 它叫做 方案总管 那方案总管的话呢 那么 意思就是 在你这个专案里头 有哪一些这个内容 是要一起 放在一块的 那才能够 这个来进行 这个编译 或者是执行 征错等等的功能 那因此呢 这个地方 就要靠我们的 这个方案总管 那在这个方案总管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 最底下 这个部分 有写一个 Program.cs 好 那这个 Program.cs呢 就是 我们在左边 这个 城市发展区域里面 它的 这个 城市档的 这个名称 叫做 Program.cs 所以 你可以看到 上面这个地方 有一个 tab 那这就是 这一个 表示说 目前 我们所开的档案 是叫做 Program.cs 那 当你后面 学到很多 用模组或者 物件方法的时候 那在这一边 就会出现 好多个 不同的 这一个 .cs的这个档案 那 那个时候 就要利用这些东西 来切换 或者这边 这个点两下 来做切换 所以你看我这里 如果把这个 叉叉关掉的话呢 那 这边 这边就 城市就关掉了 那这个时候 我就到 这个方案总管这一边 点选 这个Program.cs 的话 那这城市码 就又出来了 好 那么在这个城市码里面呢 这个 我们先什么都不写 那 这时候 它已经帮你 产生了一个 这个 基本的 这个框架 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 所有的 这一个 这个开发C校程式的时候 都一样 当你把这个 这个程式 这个编辑完毕之后 我们就到 这个 建制这个地方 然后点选 建制方案 那 如果之后 你这个 有错 改过以后 那再重新建制的时候 你可以 这个使用 建制里面的 这个第二个选项 就是 重建方案 好 那现在我们其实 是建制方案 所以我们先 这一个 build它 那在这个 建制的过程里面 那个 电脑所做的事情 就是把你所写的 这个C校程式 转换成为 这一个 darnet 里面的 这一个 类似java bytecode的东西 我们前面把它叫做 CIL 有沒有 common 这个中介语言的这个部分 所以它会把它转成是 darnet 的这一些语言 那 因此呢 这个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选择 这个 征错的地方 那征错的时候 有几个 这个选择 其中跟我们最重要的 这个 有常常在用的 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叫做 开始 征错 第二个叫做 启动 但不征测 好 那我们先 这个 启动 不征错 好 那你可以看见 这个程式呢 这样子 就结束了 原因是 我们刚才的程式 除了它的框架以外 什么也没写 那么因此 这个程式 一开始执行 就碰到 结束的地方 因此 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可以 按任意键 来结束它 那你如果这个时候 使用 开始征错的话 你要注意的是 这个时候 你只会看到 萤幕一闪而过 就没有 那这主要 就是说 在这个 启动不征错的时候 它会在你的程式后面 加上一个 这个output 然后要你呢 按下 这个任意键 以后才会结束 但是 征错的时候呢 如果你的程式没有错 那它跑完 就是结束了 所以它的这个萤幕 不会保留在 这一个萤幕那边 等你来去修改 没有这样子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 从这一个程式里面呢 我们既然题目 这个专案叫做 Hello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希望 这个电脑能够 来跟我们 say hello 那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呢 你在教任何的这个程式语言的时候 第一个要学会的东西 一定是怎么样让电脑 告诉我们它的状况 所以呢 这一个一方面 需要说能够 电脑能够知道 我们要它做什么 那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能知道说 这个电脑 它的跑完的结果 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没有 从这边开始的话呢 那么电脑它执行到哪里 它的状态是如何 你都不晓得 你只看到这一幕 闪过去 就结束了 所以这样不妥 那因此 我们要先学会 怎么样 让电脑跟我们回报 各种可能的状况 或者是讯息 那因此 在这里 我们要写一个程式 让电脑跟我们说Hello 那怎么做呢 你只要在这里 key in 叫做console 好 当我key in 这个console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辅助的 这个小视窗 跑出来 那这里面 就根据你前面打的 这些字母 它会推断 你可能想要打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如果 在这里我们发现说 它猜对 我们要打的就是console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按一下 那它就自动 把这个console 这个字 结束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dot 加一个点 然后写 W R I T 那在这里面 我们用双引号 写一个 hello的字串 好 然后结束的时候 要加上一个分号 好 所以这样的 写完以后呢 我们就已经把原来的程式 做了一些改变 所以这些时候 我们必须要重新的 这个建制 所以我重新建制方案 或者重建方案都可以 那接着我们就使用 征错 然后启动 不征错 这里 然后你可以看见 萤幕上就出现了 hello的这个字样 刚才的这个练习 大家应该都做了吧 是吧 没有问题吧 好 我刚才已经看到了说 怎么样 利用这个安装好的 这个IDE 那个Visual Studio 2017 来建立这个主控台的 这个应用程式 我们有介绍了 这个主要的程式编写区 还有方案总管 那方案总管的底下 在这个右下角的那一部分 就是所谓的属性的这个视窗 那这个你们目前还不必去 这个了解 那个可以把它跳过去 好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也介绍了 你怎么样去这一个 开启一个专案 然后从这个已经有的 程式架构里面去修改 然后编写这个程式 那我刚刚也各位也示范 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的 这一个Visual Studio的 这个色彩的这个布景 好 那第一个应用程式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已经写了 就是在这个 MAIN的里面 我们写了一行 叫做 console.right line 然后hello hello的这个字样 那当然你写hello 跟hello world 是同一回事情 好 那接下去我们再来看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写完了这个程式以后 那么首先 首先要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字的这个档案的这个程式 转成是大内结构的这个机器语言 那因此呢这个要使用建置方案的这个方式 然后建置完毕以后 如果在这个底下的讯息栏的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得到都没有错误的消息以后 我们就可以到这个 征错的地方 然后选择启动 不征错 然后就可以看到 这个 他的黑色的这个画面出现 这个我们的第一个程式 是要他写hello 那么他的确也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工作 接下来就是说 这个 当我们这个程式验证没有问题以后 各位同学要记住一个重要的观念 就是一个成功执行的这个专案是无价之保 所以呢 这个 一旦这个程式可以work以后 我们就要把它存起来 所以我们就使用 全部组存跟关闭方案的方式 把它存起来 为什么我讲说 这个可以成功执行的程式 这个方案 是专案是这个无价之保呢 我们未来会提到 我们发展程式的方式 是使用这个螺旋形的 Iterative的这个方式 来进行 那因此呢 我们要经常在修改这些程式 那么当你修改程式的时候 如果你把这个专案 就从头到尾一直用这个专案在做的话 你可能在第几个版本的时候 你弄错了 那弄错了以后呢 这个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那这个你要去找 那因为程式已经变得很大了 所以就变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因此呢 这个我们可以把每一阶段 比较重要的结果出来以后 就把它存起来 然后呢 当我们需要去修改它的时候 那我们就把这个档案的内容 从复制到另外一个专案 然后在新的专案 在新的专案里面呢 再去修改 那这样子的话 可以确保没有问题 那当你在新的专案修改出问题的时候呢 那么你随时可以打开之前 可以成功执行的这个专案 然后来比较说到底是执行到什么地方 新加入的地方才发生问题 那么在发生问题之前 它结果应该是什么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 会对你的这个程式的征错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那接下来 我们再把这个第二支程式 这个修改一下 所以我们这时候 可以这个 从我们的这个Visual Studio这里呢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新增一个新的专案 那么这个新的专案呢 我们就比方说叫做 这个Say Hello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延续 刚才的第一个程式 继续写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一个做法就是 我们可以从这个档案这里呢 去开启这个档案 开启档案 然后去找到 你先前的这个Hello这个专案 然后打开 它的这个Hello这里 然后去找出 刚才的Program.cs 把这里面 你要复制的东西 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关掉这个 先前的那个Program.cs 然后把这个刚刚简来的东西 贴到这个新的Program.cs里面 这个时候你再把它 先全部储存以后 然后再这个建置一遍 重新建置一遍 那么你就变成是在一个 新的专案 然后有旧的这个程式搬过来 修改 好然后你先跑一下看看 有没有问题 跑完没问题之后 你就知道说call过来的结果 没有问题 好那这时候 我们再来修改这个程式 那修改这个程式就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你刚才把那个整个程式 call过来的时候 你把他的这个Namespace 这个也call过来 所以我们其实想要叫他 做这个SayHello 但他这里的Namespace 就还是Hello 不过这没有关系 我等一下再继续说明 好那在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一些新的内容把它打进去 这个把它call过来 然后贴到我们的新的这个程式 那么接着这个程式呢 跑起来应该跟刚才一样 会跑出这个Hello 我们看一下 建置 启动 不争错 好你看得到了Hello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第二支的这个应用程式 那在这个程式里面 我们开始来探讨一些 你可能会发生问题的地方 好 所以第一个呢 是我们常见的这个Syntax Error 就是句法上的这个错误 那这些句法的错误呢 例如这个我们拼字错误 比方说这个Council 这里我们把它少拼了一个O 或者少拼了一个E 那么它就是一个句法的Syntax Error 那还有以前的同学很容易犯的 就是说这个他没有注意到 这个Council跟Right Knife 它的字首刚好都要大写 都要大写 好 那因此呢 这个大小写错也是一种可能错误的 这个可能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我们后面才会碰到 同一个变数的名称 那拼字的时候 或者大小写不统一 那这个电脑就会漏掉 好那再来就是 这个漏掉分号 或者是 这个双引号 或者是刮弧 或者是 这个slash 再一个清号 这个东西没有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例如我们把这个Council的C 改成是小写 那么改成是小写以后 你立刻看到 在这个Council的底下 我就看到 这个有一个红色的波浪的这个线 那就表示这个地方 你打进去的这个文字有错 那因此 你要把它改成是 这个大写的C OK 好 那这个是你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说 这个syntax error 那它发生的时候 通常都是 这一个 那个底下 会有这一个红色的波浪线 还有就是 当你把这个滑鼠 游标 移到波浪线的时候 它会提示 你就是说 你可能是犯了什么错 也有可能是 你的发生句法错误的时候 那么这个电脑 会在这个底下这边 会出现 你看红色的这个符号 然后第几行 在哪一个档案里面 第几行什么地方 有什么问题 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就是 如果我们想要 改变IDE里面的 这个程式编辑的 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利用工具 选项 然后文字编辑器 然后选择 syshout 这里你可以 这个比方说 把这一个行号 就是第一行第二行这些行号 可以把它消除 或者是 这一个把它加进去 都可以 所以这个部分 就是 这一个我们的第二个程式 好 那么这个第二个程式 我们已经看过以后 那我们现在 要把这个程式的内容呢 做一个大概的解说 我们看这几个重点 首先 我们刚才这里 我们应该 按照投影片 把它加进去 那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 把我们 所用不到的 这一些 using的东西呢 把它删除掉 那这些using的这个叙述呢 是所谓的 命名空间的概念 这些东西 在目前 我的程式码里面 都用不到 所以我可以把它删掉 那在我们刚才这个程式 那我们把它 重新 在这个建置 动 不争错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得到正确的结果 好 那我们现在就 来说明一下 这个第二支程式 我们写的这些东西 它代表 什么样的这个意义 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 我们的这个程式码 那个 其实 这个 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就是 可以在整个程式码 开始的时候 加一些注解 那所谓的注解呢 就是给我们人看的 这个内容 因为 一个程式 如果你两个礼拜左右 不去动它的话 那么这个程式 在做些什么事情 你可能都已经忘掉了 因此 这个我们有可能的话 可以在前面 程式要开始的时候 加上一些 让我们自己记得的 一些注解 所以 例如 在这个地方 我们用一个slash 加一个信号 来代表 这个注解的开始 然后 用一个slash 用一个信号 再加一个slash 表示 注解的结束 因此 你可以从这里 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程式 是第二支程式 完成的时间 是 10月30号 2012年 这样一个情况 这是 注解的第一种形式 好 那再来 using system 这个东西 我们等一下再说明 还有namespace 这个东西 我们等一下再说明 接着我们来看的是 这个class program 所谓的class的话 其实是物件导向程式里面的 类别的这个意思 但是 如果你要现在 就搞懂什么东西 叫做类别的话 其实还不太容易做 所以 这个 你就先记得 当你在用这种 c-sharp程式的时候 你的程式码 开始的时候的这个程式 我们叫做程式的进入点 entry point 那么在这个程式里面 你一定要用到一个class 叫做program 那这个program底下 我们宣告一个 这个主程式的这一个开头 那么这个主程式呢 它前面有这些字眼 你要照抄 叫做static void 然后main 然后stream 然后方括弧 然后args 那在这样的一个 这个叙述里头 这个static 跟void 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我们要到后面 才会说明 那么关于void 跟static 的话 我们大概在 这一个 韩式的那一章 第六章里面 会跟各位做仔细的说明 那对class里面的static 的话 那我们要等到 大概第九章 第十章的时候 再去讲这个事情 那因此 在目前呢 你就想把它看成是说 你要写一个 让电脑看得懂的程式的时候 它的这个写法 这些框架 从这个using system开始 到这个class 到这个main 这些部分呢 是你一定要用的 一定要用的 所以呢 就照抄 或者直接使用它就可以了 那么你所要执行的这个程式叙述呢 就放在这个main的这个function里面 这个里面 那在这里头呢 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里有很多的这个大瓜胡 那每一对大瓜胡呢 代表某一块 这个重要的这个区域 所以例如 这一对大瓜胡 它所代表的是这个main 这个程式的范围 然后呢 这一个大瓜胡 这一对的大瓜胡呢 这个大瓜胡 跟这个大瓜胡 则是这个class 这一个program的这个范围 好 那这些 这个 你如果觉得是不需要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你可以用左边 这个加号 减号 这里呢 把它关起来 所以你看 这我把它关起来的话 它底下都 都把它关起来 那这样子 有些时候 你的档案比较大的时候 那么这种开关的方式呢 可以这个方便你看 这个整个程式的nail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谈main这个函式 里头的这些叙述的这个含义 好 那么在这些叙述里面 你可以看到的第一行叙述 有写一个叫做screen message 然后后面呢 有两个slash 加上一个注解 叫做宣告变数 好 那我的讲义里面有提到 其实这样的一个注解 是不太适当的注解 因为这个注解等于是 把你左边的这个内容 重新再说一遍 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注解 比较好的注解的话 是能够说明你左边这个叙述 是在做什么用的 这样子 那让你这个可以看得懂说 为什么要加这行叙述 好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叫做宣告变数 所以我们要先说明 什么叫做变数 所谓的变数呢 在数学里面 就是用一个符号 然后这个符号呢 它可以在里面设定 它为各种不同的数值 那因此例如我们数学上 就写一个x等于1 对不对 好 可是呢 在c-sharp里面的话呢 我们也有一个变数呢 就叫做message 那这个message呢 我们等一下说 它是一个字串的这个变数 那这个字串变数 我用一个等号 把这个右边的这个hello字串 assign给这个左边的这个变数的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变数的这个概念 我们要进一步的这个说明 我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冯纽曼的这个计算机的这个结构里头 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成分 就是这个memory 记忆 那么在计算机里头呢 它的这个主记忆 也就是各位买电脑的时候 的这个RAM RAM的这个部分呢 那么在这个电脑的这个CPU里头 它有一套这个管理这一些记忆系统的这个方法 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RAM里面的这个记忆呢 它的每一个word 都给它一个地址 好 那么我们现在大概都用的是64bit的这个电脑 那么因此呢 对于这个我们的电脑来说的话 那么它每64个bit 就作为一个你所储存的这个内容 好 那在以前可能是32bit 或者是8bit等等 那现在大家都64bit 所以我们就是设定每64个bit 它就占一个这个记忆系统里面的位置 那么因此比方说你的RAM有1G的话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你用这种方式排列你所记忆的0跟1的内容 你可以放进去10的9次方个 这一个那个64位元的资料 所以1G的话是10的9次方 好 那因此呢 对于我们刚才的程式里面 我们写一个Message等号 然后一个Double Quote里面是一个Hello 那么它的意思就是说 注意听 这里很重要 它刚才的那个叙述 要求电脑在记忆系统里面 清出5个空间出来 那每一个空间都是64个bit 那么这5个 这一个word的空间 每一个的内容呢 就是一串0跟1 对不对 那因为这一串是0跟1 那我们可以设定 所以它是这一个美国的一套基本的 这一个英文符号字母的代表方式 就是这个所谓的ASCII Code 那因此呢 这里面如果 因为ASCII Code大概只有8个字元 8个位元 所以前面那些都是0 那么其中的H 它的ASCII Code是0100100 所以H 那么小写的A呢 是01100101 依此类推 那么所以 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这个程式的这个叙述 说到Message等于 那个QuoteSign Hello 那因此这个叙述 Message等于Hello的这个叙述 在电脑里面 它所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 这个记忆体里面 RAM里头呢 去找一块 这一个空出来的 这个区域 然后把这五个 这个Word的这个区域呢 分别摆进去 这些字元的代表符号 好 再来 因为这一个 用0跟1组成的 这一种内容 除了代表这个字串以外 当然也可以代表整数 也可以代表小数 等等的东西 那么 因此 这个你有必要 这个告诉电脑说 我空出来的 这个叙述所代表的区域 它里头储存的东西 是一个字串 Stream 那么 因此呢 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刚才的 这个程式码里面 你可以看到 程式码里面呢 这里写一个Stream Message 当写一个Stream Message的时候 它的意思 就是要求电脑 抽一块 这个空间出来 准备填放 我们设定的 这个字串内容 ok 好 然后呢 接下去这一行呢 写一个Message 等于Hello 那么我刚刚讲过 注意这个等号 不是数学上的等号 它在计算机语言里面 比较这个准确的一个称呼呢 是叫做 设定 Assign 也就是说 把这个等号 Assignment 的右边 的这个内容 放进去 左边这个符号 所代表的记忆区域 ok 好 因此呢 这个Message等于Hello 我们电脑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在这个记忆空间里面 空了五个区域里面 然后把五个字母的符号 放进去 好 那这个我们在下一章 会有说明 它可以放的这个字串 其实不只是英文字 中文字 日文 什么等等都可以 因为这些东西 都变成了所谓的unicode 所以在现在比较新的 这个程式设计里面 你可以在字串里面 使用各种不同的 这一种语言的这个文字 ok 好 那再来 我们刚才的这个叙述 Council.writeLine 然后Hello 对不对 那么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是 Council.writeLine 然后里面 可以把它写成是 这个Message 也就是说 把这个刚才的 这个字串 用一个变数的符号 来取代 这两者 所代表的意义是相同的 因为我们在之前 把Message 设定成是Hello 所以当我们Council.writeLine Message的时候 让我们看到 这一个萤幕跑出来的 也是Hello的这件事情 ok 好那因此呢 这个我们就可以晓得 这里所谓的Council.writeLine 是这个系统 它所提供给你的 一些 这个程式库 在这个程式库里面呢 它有很多的 class 然后也有很多的 这个function 那么这个Council 就是这个System 这个命名空间里面 的这一个 一个类别 一个类别 叫Council 所以你要使用 这个Council 这个类别里头呢 提供的一个function 叫做writeLine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写这个Council.writeLine 然后就在这个瓜糊里面 把你要写的内容给放进去 ok 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这一个Council的意思 然后再来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man 那个function 还有这里这个 有瓜糊的这种function 凡是这种function 它这里有瓜糊的 就代表说你是在这个呼叫 这一个某一个 这一个写好的这个函式 那这个函式的话呢 像我们以前呢 学数学的时候 例如呢 sine二分之π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sine二分之π的这一种函数里面 我们实际这个计算的时候呢 那我们呢 事实上是去这个查 这个sine的这个表 然后把这个二分之π 所对应的数值给找出来 然后得到它的output ok 好那在这个csharp里头呢 它同样的有非常多的这一种函式 那这一种函式呢 我们刚刚看到的right line 就是其中的一种 那这个函式它的作用 是把这个你的瓜糊里头的字串 显示在这个output的萤幕上面 那因此这是所谓的函式 那么在这个瓜糊里面 所放进去的这个内容 它可以是一个这个确定的这个数值 例如二分之π 或者是hello的双瓜糊 双这个double code的这种情况 那这种情形呢 它就直接把你设定的值给写出来 那也有可能我们可以在韩式的这一个瓜糊里面 我们放进去的是我们已经设定好内容的这一个变数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这一个依照这个变数的内容 去决定它应该在萤幕上显示什么样的这个内容 那么因此这个就是这个韩式 好那刚才我很多地方我都把它跳掉的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命名空间 namespace的这个观念 那么这个namespace的这个观念呢 那基本上 这个它等于是我们所写的这个程式里面 我们要把很多相关的韩式的这个内容呢 把它集中在一起 以便它可以跟其他的这个部分的程式呢 做区分 那这一种情形呢 就是所谓的命名空间的这个观念 那么在这个命名空间里面 你可以把这个不同的类别 还有韩式等等呢 都包装起来 所以呢 这个例如我们这里写的一个namespace hello 它的意思 就是说我现在里面的program跟man 都是属于namespace hello的部分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程式 写的是一个方案 然后方案里面有好几个这个专案的话 那么不同的专案你可以使用不同的namespace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这个不同的这个专案 它可以都有一个同样叫做program的这个类别 也可以都有一个叫做man的这个类别 就看你要决定用哪一个专案的这个man 作为这个主程式而定 好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当我们呢 在这个使用这一些命名空间内部的内容的时候 有命名空间也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把前面的那个using system的这个部分把它删掉 那么这时候你往下看console这个字 变成是一个有问题的字了 因为呢csharp程式里面 它并没有定义什么叫做console 也没有定义什么叫做console里面的right line 那么这些console有关的这些功能呢 事实上是被包在一个命名空间 叫做system的里面 所以当你要用这一些系统所提供的功能的时候 我们必须加进去using system 它就晓得你的所谓的console是system里面的一个class 所以它就知道该去怎么样去让它去right line的一个讯息 那如果你不用这个using system的话 那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我们在这个console的前面 把这个namespace的这个名称给打进去 所以我可以打一个system.console.right line 这样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想见这个namespace 它其实就是帮助你把这一些相关的这些类别或者是函式集中保管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当你要使用它们的时候 加上一个using和namespace的名称 或者是在这个程式码里面 把namespace也打在前面 那都可以 那好所以这个是namespace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观念 那么这个namespace的这一种基本观念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程式写多了 就会晓得说这个程式写作的时候 其实很大的一个困扰 就是说适合好的这个名称 有时候就很觉得缺乏 就例如说你什么地方已经用了console这个字 那如果你在另外一个地方要让这个console做另外的用途的话 那这两个会打架 对不对 所以打架的话就要有处理的办法 那因此呢 如果你使用这个system.console的话 那它就会晓得说 你这里的console是哪一个namespace里面的这一个console 这样就可以分得开来 好那因此呢 这个命名空间是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刚刚也看到 我们的这一个专案的名称 你打开这个程式架构的时候 它通常就会把你的专案呢 设定成是一个namespace 那因此呢 就有一个namespace在那边 可以让你这一个 这个发挥你的这个程式的nail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错误呢 大部分是句法上面的错误 syntax 的这个error 那么syntax error 就是比方说少一个分号 或者大小字拼错等等 那这些东西对于一个程式的老手来看的话 这其实是没有什么的 这个很容易解决的这个事情 最怕的是语意错误 他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说你的逻辑错误了 可是程式可以通过建制也能够执行 但是呢 出来的结果不是你要的 他的答案错了 那这一种问题呢 事实上是写程式的老手 最怕的这个情况 好 那因此syntax error 出现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那这时候呢 这个有几个办法 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决 这些syntax error 那么第一个syntax error 解决的办法 就是反复的去读这个程式码 那这个看看这个什么地方 你忽然会灵光一现 找到一个什么错误 所以这是一种情况 那接下来呢 这一个 接下来这些情况呢 那我们就要用比较麻烦一点的做法 第一个 我们的这个程式 它应该有的输出 在我们跑这个程式的时候 最好是已经先知道 所以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可以拿出纸笔出来 把我们自己的大脑 当作CPU 去执行你所写出来的程式 然后呢 再从中间一步一步的追踪你的程式叙述 然后如果你中间有错的话 那么这个纸笔的这种tracing 那会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就跑出一个错出来 所以这个是传统的 这一个syntax error的方式 那这个是很可靠 但是有点麻烦的一个方法 不过这个是常常是不得不做的事情 还有就是说 为了要让你的直笔追踪容易进行 所以你所挑选的这个程式执行的范例 不能够太困难太复杂 你要选择一些比较简单 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对错的这个情况 来追踪 效果会比较好 简单的追踪完毕以后 这还有错才去想复杂的case 再去追踪 那这个在我们后面 课程的进行之中 我会经常的这个提示 各位这样的一个方式 好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人家讲三个臭皮匠 胜过一个诸葛亮 那么因此呢 还有一个方式呢 叫做walkthrough的这个方法 那walkthrough的话呢 那通常就是有两个 或者三个以上的这个team 然后这一个有写程式的人 来公开解说他的城市 每一行是什么意思 然后呢 这个底下的其他人 有的可能是这个城市的老手 那也有可能是这个不见得多厉害 但是刚好每个人都懂一点 那因此在这中间去找出这个semantic error 那这也是一个可行的这个情形 好 那如果说你当下就想解决 不想要等待别人来一起进行walkthrough的话 那你的剩下的办法就是使用这个debugger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使用这个debugger debugger的这个使用很重要 那么我们的课程 我教每个程式课程一定会先教怎么用这个debugger 为什么呢 利用debugger有两个很大的好处 第一个 这个就是你可以自己在这个程式执行过程里面 去找出你的发生semantic error的这个位置 这个我们等一下说明怎么做 第二点呢 就是说当你学一个新的这一种概念 或者是叙述的话 那么你可能对于这个叙述没有很清楚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写一个简单的范例程式 然后呢才跑跑看 然后中间去检查 跑到这个叙述的时候 它的output是什么 然后来看跟你所设想的 这一个身心的叙述的它的用意 有没有一样 那从这一点就可以这个找出 能够自己就能够学习 这一个一些程式语言里面的新观念 或者是新的这个叙述 在从前我有 我是看过一本介绍Java的书 那么那本Java的书的作者 说到说 他教这个程式设计的课 都先教这个debugger 结果他的班级 他的平均成绩都比别班高出10分 所以他们系主任认为他有泄题 所以叫他去 问你有没有泄题 那他到底跟别的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那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他有教debugger 有了debugger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自己去学习 各种语言里面的种种的概念 那你只要设想他在某一种情况之下 应该得到什么结果 结果是或者不是 然后你就可以在中间去设定一些中断点 去观察他中间的这个结果 OK 好 那我们怎么样使用这个振错器呢 我们比方说 这一个 我不知道这个message的变数 它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可是因为这程式跑完了嘛 对不对 那例如说假定我们想知道的是 它的output呢 是hello world 结果我们刚刚看到 它跑出来是hello 那因此这就是一个semantics的l 那可是我们假定 我不知道这个错发生在哪里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程式码里面 某一行的地方 把滑鼠移过去 然后点一下 这里会出现一个红点 那么这个红点呢 就叫做break point 中断点 有中断点以后 我们这个 还是需要去建置 对不对 那么建置OK以后呢 开始征错了 开始征错以后 程式就开始跑 那程式从哪里开始跑呢 就从这个主程式MAIN的地方开始跑 那开始跑以后呢 它会从这个MAIN的左大刮弧 之下的那个叙述开始执行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有一个黄色的箭头 出现在这个红色的圈圈里面 那么这个就表示 这个程式码 现在执行到了这一行 第十三行 但是还没有开始执行 就是将执行 第十三行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去检查 这一些变数的内容 有没有问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左下角这个地方呢 就是征错的时候 最重要的这个区域 那这里面呢 它有一个叫做自动变数的地方 它就把你这个function 里面的这些变数呢 列出来 还有它里面的值 是多少 给我秀给你看 所以现在呢 我们只有一个变数 叫做message 那这个message呢 还没有执行这个assign 的这个叙述 只是利用stream message 宣告这个变数 是一个字串而已 好 那因此呢 这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message后面 它这里出现的值 是nar 那因此就表示 这个message 它现在内容 还没有设定 那么这时候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使用 征错的 这一个 一个叫做 逐步执行 另外一个叫做 不进入韓式 那在目前来说的话 这两个是一样的 后面有韓式介绍 也有就会介绍 不一样的东西 那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用 不进入韓式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让 这一个 我们的程式 执行的一个叙述 跑到 这个system.console.rightline 的message 这个地方 然后 它也是这个叙述 将执行 而未执行 那因此呢 你可以注意到 这时候的变数message 它的值呢 是一个红色的字 叫做hello 那么这表示说 在刚才这个叙述里面 我们把叙述message的内容 从nor 变成了hello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 你印出来的 这个message 是hello 好 那假如说 我们想印的是hello word的话 那我们就要 从这一个 的 征挫的状态 跳出来 所以我们就 停止征挫 好 停止征挫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 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hello 改成是 这个hello word 像这样子以后 我们重新再建置 然后 这个 启动不征挫 那我们就看到 它现在 出现的是hello word 跟我们原先的 设定的想法 是一致的 OK 好 那因此呢 这个是使用 征挫器的 这个方法 那我们要晓得 这个 征挫器的 这个使用 是这个 非常重要的 这个技巧 所以呢 这个当你发展 你的程式的时候 请记得呢 务必 在这个发生 semantic error 的时候 或者学习 新的这个 叙述的时候 要使用这个 征挫器 来练习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基本的输出 跟输入 这个是 在一个新的程式 它的专案 是叫做 say hello io 好 那么 我们也可以看到 同样 开始的部分 有一些 注解 对不对 示范基本的 输入 输出叙述 为什么 我刚刚各位提到 我们学程式语言 第一个 要学会 让电脑 来回报 它的这个 状态 或者是讯息 这我们刚刚已经 学到了 就是使用 console.rightline 对不对 另外呢 还要能够 让电脑 能够接受 我们所给定的 这些数值资料 或者是指令 好 因此 在这里 我们就要学习 怎么样 让电脑 去从键盘 读入一个字串 来作为 这个输出变数 name 的值 好 你可以看到 但是 这个 当我们 需要使用者 输入一个 data 的时候 通常 你要先给它 一个提示 这个提示 这个 英文叫做 prompt ok 好 那因此 在这个程式里面 我们的第一行叙述 是console.rightline 然后 what's your name enter your name 好 那因此 这个就是 程式 执行到这里的时候 它会在 这个荧幕的画面 秀出一行字 叫做 enter your name 好 那enter your name 的时候呢 当我们看到 enter your name 的时候 那我们就用键盘 key in 一个字串 然后按enter 所以在这里呢 我输入了我的中文名称 中文姓名 然后按enter 那当它这个 发现到 出现一个enter 的时候 那么这个 系统程式 这个程式的第二行 console.reline 它就会把 它就会把你这个 目前这一行 一直到end of line 里面的内容 全部读进来 变成是一个 读入的字串 然后这个字串 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等号是一个assign 对不对 所以它会把你读进来的 这个字串 assign 给一个字串的变数 叫做name 因此呢 这一个 当计算机读入 知道你的name 设定为 你所输入的 正式康 三个中文字的时候 那么 它这个name里面 它就是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用一块空间里面 储存 这个三个字 字元 ok 好 那这三个字元储存以后 最后一行呢 就秀说console.reline 然后写一个hello 再写一个name 然后中间用一个加号 连结起来 那么 在这里呢 hello 是一个字串的值 name 是一个字串的变数 两个字串之间 如果你要把它们concordinate 连结起来的话 就使用一个这个加号 那么它就会把这两个字串 合并起来 来这个使用 那么因此 你可以看见 我这个右边的 这个输出的这个提示 它的过程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 一开始的prompt enter your name 然后我输入 这个正式康 那结果它就会出现hello 动点 然后再加上就是连结起我刚才的这个输入的名字 所以变成是hello 正式康 然后就可以再按任何一个键来这个结束 所以这个是基本的这个输入跟这个输出 那么你可以做一个练习 那在练习之后 你可以自己练习写一下 这个你想要怎么样 这个跟电脑来问答 那就可以这个达到这个了解 程式的这个输入跟输出的这个目的 好 各位不要小看 这样子的这个程式 事实上 现在有很多这个AI的程式 叫做对话机器人 那这些对话机器人里面 他事实上就是需要这个使用者用键盘输入 你的这个输入 然后让电脑呢 根据他所知道的知识 来做这个回应 好 那说到这里呢 各位应该都晓得 在这个Imitation Game 这个模仿游戏里面 各位知道为什么那部电影叫做模仿游戏 那么会叫做模仿游戏的原因 是这个Turing 他曾经发表一篇很重要的论文 他论文的内容就是说 如何可以知道电脑有智慧 有这个Intelligence 那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测试呢 就是这个让一个人跟一个电脑 分别在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呢 利用这个TTY 就是那个以前的电船打字机 然后来key in 这些问答的nail 那么如果这个电脑的这个回应 跟这个人的回应呢 使人无法分辨哪一个是电脑 哪一个是人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那样的电脑程式 是具有智慧的这个程式 那么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测试里面 这个电脑他所做的事情是模仿人类 那因此就把这样的一个测试 叫做Turing Test 或者呢就叫做Turing的Imitation Game 他的模仿游戏 所以这个我们看的那部电影 模仿游戏 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说明 为什么那个电影叫做模仿游戏 那事实上是因为这个Turing 他所提出来的这个Turing Test 那里面的这个说法才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模仿这个游戏的这个概念 OK 好 那你可以想见 如果让电脑跟人来这个互动 来让人判断他是不是这个有智慧 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他所需要的基本的输出跟输入 事实上就跟这里所要你练习的东西差不多 OK 差不多 只是说你现在所写的这个Output 比较死板没有办法做变化 那但是在真的厉害的这个AI程式的话 他可以依照你的输入 还有当时的情况 决定要对你用如何的方式来这个回应 好 所以这个是等一下各位可以做的练习 那在这个地方我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我们介绍了Using System的观念 包括这个命运空间的概念 那包括我们写的这个程式的架构 一定要使用Using System Class Program 跟Static Void Man的这个程式 那另外呢 我们也介绍了所谓的变数 和它的行别的观念 那这一部分呢 在我们下一章里面 还会有更进一步的这个说明 那我们也提到了 写程式的时候 会有这个语法的错误 也可能有语意的错误 那么当你的语意发生错误的时候 那么增错器的使用 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训练 所以当你要去问别人之前 先尝试使用增错器 把你的问题解决 再去找别人 解决不了再去问别人 那接着我们也介绍了韩式 还有它里头刮糊里面放进去的 参数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也提到了 这个电脑的这个IO呢 是使用这个WriteLine 跟这个ReadLine 来分别做输出以及输入的工作 好 那我今天的这个课程 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午不见了 我可以看别人 我可以看别人 我可以看你 就是你 我可以看你 对这些人 我可以看你 这些人 这个月 我可以看你 这些人 你你 就会看你 我可以看你 我可以看你 那边